陈旺川的那一張豆 就是他購買的這個資材 他想要請問老師 他買的這個可是綠化夾 因為他想要買綠化夾 但是他買這罐的不知道對不對 老師你幫他確認一下 他買的是綠化夾嗎? 這樣不知道嗎? 還是說不曉得 好,還是聽友把這個問題 這個有點尷尬我了 因為綠化夾是做水的來賣 那也太可怕了 所以一般這個得手 這個應該不會是綠化夾才對 就是說這些東西 不過簡單說 就是說如果你如果是 證著不太多 這些東西拿來買使用的時候 大概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這個問題 但是他這個有一個 因為證明 證明 他這個應該是這個 海藻精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假 沒有那麼便宜 沒有那麼便宜 所以這應該是 這個 大概應該是海藻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 應該 如果是說你的目的 你用綠化夾 你用紅咖哩的目的 是要做什麼 比如說如果你要是 要做甜 要嘴甜 你用這個東西 應該用一些 這個 加肥 要在加肥裡面 去海藻裡面 吃 這可能會甜 你說不會甜 還是會 還是可以用 這不是說不用 但是 你的目的 如果是因為我們落後 要肚子 要留一些紅咖哩 是不是要這樣做 你因為肚子 要留一些紅咖哩 的時候 然後你來用這種東西 就不太適合 所以 如果是做小 這個大概呢 就這樣子來用 大概沒有問題 如果做這個 這就很重的 這個 一包綠化夾 40公斤 可能買這個 也可以買一罐兩罐 這個比例差很多 但是這用不太一樣 所以這最主要 這個 在這台車 讓你稍微做這個 了解 所以這應該不是這個綠化夾 這應該是這個 大體上 大體上 應該是一種 這個 海藻 這類的 這些東西 我們這個藻類 這個海藻 這個成分 因為 植物 不能有太多的鈉 這個藻類也是一樣 也不能有太多的 這個 不能有太多鈉 要怎麼做 所以它就成功 累積吃 植物它本來就需要 做什麼 因為它把這個 浸在海水裡 要抵抗海水的時候 它就自己要累積很多 因為太多鈉 這個心情代謝沒有辦法作用 但是它本身是有辦法去幫它 它可以用這個 煎離子 它在这种离子在纹散的时候 心灵代价就没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我们很多海潮经里面 很多说的工具拿来垂直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贼 有这个贼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成分 所以这个应该是很OK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虽然它不是立化夹 但是它也不是拿错的东西给你 如果要做钉这种海藻里面这个东西 要做钉这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这有我们好朋友先做一个参考